如果讲华为让我认识到LiKa 那小米就让我真正深入体验到LiKa 嗨,我是个恩,现在我手上拿着的就是 刚刚发布没有多久的小米13跟小米13 Pro 现在快速给你们看看这两台到底有什么轻动呢 小米13和小米13 Pro出了大小不一样 设计 pattern也是不同的哦 小米13用的是玻璃被盖材质 小米13 Pro用的是流光陶瓷材质 镜头模组的设计也是全新的正方形 我个人觉得设计感一把而且有一点大搞 边光上面呢也可以看到一个有点像iPhone的那个平滑方阵 另外一个就是Android旗舰手机必备的四曲面圆润 但不能不讲的是小米13系列的这个绿色哦 是真的紧带看一下的哦 至于屏幕方面呢 小米13跟13 Pro追求的东西都不一样 13其中一个最大卖点就是超窄边框 超高屏占比 而13 Pro的话就是它的四曲面屏啦 不割手手感特别好 而且无论是解析度还是屏幕技术都是比较吸引人的 像我开头就有提到小米13跟小米13 Pro都是有跟莱卡合作的 所以接下来要讲的就是莱卡调色这件事啦 莱卡模式下一共有两种不同的调色 莱卡Vibrant和莱卡Authentic Vibrant颜色会比较显艳 Authentic颜色就是偏自然的 不过小米13系列上面最最最最最最吸引人的就是它的人将模式下面哦 是可以模拟各种莱卡的Lens 包括了35mm的黑白镜头 50mm的闪景镜头 75mm的人像长焦 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90mm的柔焦镜头 听起来哇好像摄影师之间常听到一些很厉害的术语这样 那其实也就是相机的一倍两倍跟3.2倍啦 只是换了一个更加莱卡的方式哦 去呈现罢了 虽然只是快速的上手试玩了一下 但是还是在巴塞罗那拍到一些样张的 阳光充足的情况下呈现自然就是好 呃必须是好啦 并是起见系列嘛 所以细节或者是颜色还原方面就不需要特别点评啦 那四个模拟莱卡镜头的人像模式是真的很好玩 身边的摄影爱好者都觉得很有趣 甚至像我这种相机初学者都可以用更简单更易懂 同时又很深入的方式 去真正体验到一把莱卡相机 所以可以达到的拍摄效果 那既然小米跟莱卡合作 我觉得它的Watermark到底在哪里 它这次哦有一个很好的功能 是我觉得很有用的 就是说当我拍照之后 我发现我没有开到Watermark的话 我是可以自己后期加上去的 或者是我前面开了Watermark 我后面不要 我可以拿掉的 OK 它就是这么Flexible的 比如说我现在开我一张照片 哪是没有Watermark的哈 我刚刚随手拍的 然后我们按Edit这边 然后按AI 按Art Framing 噜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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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噜燜噜噜噜噜âr脚出来了 按OK ! 而且它还有不同的 shiny filter 而且它还有不同的 dein侯水影 完全就是based on 你现在这张照片的感觉啦 它 然后我们就Save 那这张就是我拍了是有水影的 现在同样的方式我们去掉它 Add Framing 然后我们按None 它就没有了哦 我个人是很败这个功能的 原因就是比如说我也是拍的照片 我又歪了但是有Watermark 就完了没有得救了 但是现在我可以救了 至于电池方面的话 13 Pro搭载的是4820毫安 支持高达120W的秒冲技术 而小米13的话也是不差的 4500毫安电池支持67W Turbo Charge 小米13跟13 Pro 双双都支持高达IP68防水防尘 数据器方面也是搭载了 Sentragon Bud Gen 2 LPDDR5X还有UFS 4.0 那马来西亚价钱也出来了啦 就在这一边 都是率先运行最新的MIUI 14系统 所以可以总结两台手机配置几乎一样 如果你以为13是13 Pro的入门版的话 那就错了咯 因为13才是7件 13 Pro是准奖版 喜欢这次的快速双手体验的话 记得like跟share 下次有时间的话 再跟大家深入体验一下 小米13 Pro的摄影功能吧